作为博主大雄,我决定用幽默的视角带你们看看这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争秀 别急,端好你们的爆米花,咱们开场 昨天刷微博,看到一张乌克兰战士尼尔金纳的照片 感动了我差点把手机屏幕给触破了 这姑娘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 但她坚决表示,无论多痛苦,我们都要继续前行 你们说,这才是真正的战斗民族吧 乌韩人在痛苦中继续前行 打得入侵者哭蝶喊凉 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最新统计 俄军昨天又损失了1050人 外加17辆装甲车,102辆军车,18辆坦克 4个防空系统和73架无人机 俄军的裸奔场景也不少 简直堪比一场脱衣武秀 在顿捷茨克附近 乌克兰军队用海马斯系统炸掉了俄罗斯的TOR导弹系统 被占领的赫尔松 一门被摧毁的第二陵榴弹炮还在冒烟 东部的战场上 乌克兰军队伏击了三个俄军 结果就像打地鼠一样 一个都没跑掉 扎不如是放下 俄军士兵被打得只剩下底裤了 只能光着屁股跑 这场面光想想就忍不住笑出声 俄军的损失虽然惨重 但他们没得选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上战场 更惨的是 不想送死的士兵还要面对惩罚小队的毒打 这让我想起了小学史 被班主任逼着交作业的日子 只不过这次代价要惨烈的多 乌克兰的新一天 是从一场无人机袭击开始的 乌克兰75架无人机 狠狠地打击了俄领土 炸的克拉斯诺达尔地区 胡阿普蟹炼油厂火光冲天 罗斯托夫地区的莫罗佐夫斯克机场 也没躲过这次打击 一架苏34战斗机被炸得稀巴烂 克里米亚更惨了 乌克兰远程炮兵用美元导弹战术导弹 击中并摧毁了一个大型的军事装备修理战 请乌克兰的游击队也没闲着 在斯塔夫罗伯尔边疆地区 米哈伊洛夫斯克摧毁一台备压器 搞得俄军一片漆黑 俄罗斯国内的日子也不好过 停电停水成了常态了 议员古鲁列夫建议民众为寒冬储备木柴 真是回到原始社会 比尔格勒德的1500名居民干脆逃离家园 抱怨俄军不保护他们 这一切都为俄罗斯国内可能爆发的动乱埋下了种词 与此同时 文明阵营对乌克兰的支持仍在继续 拉多维亚国防部长称 作为无人机联盟的一部分 拉多维亚已经向乌克兰运送了500多架无人机 保加利亚也发现了多余的弹药 准备运往乌克兰 欧盟将对俄罗斯的制裁延长6个月 至2025年1月底 欧盟外交代表伯雷尔表示 冻结俄资产的首笔收入14亿美元 将于8月第一周转给乌克兰 用于购买武器和军事装备 宋亚利的亲俄行为也没逃过伯雷尔的批评 他表示将在暑假过后 召开欧盟外交和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 看来中亚利要为亲俄付出代价了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最新表示 俄罗斯仍然是欧洲和平的最大威胁 波兰外交部长希克尔斯基呼吁解除 对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的限制 这一呼吁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最后关于美国总统拜登的消息 也引起了广泛讨论 拜登在某上表示 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 只要我们同心协力 就没有做不到的事 拜登若能在剩下的任期内 支持乌克兰打击克里尼亚 并全面地解除对乌克兰武器的限制 他在历史上必将留下美名 赞恩斯基在昨天的晚间讲话中说 我们的团队正在为乌克兰 准备四项新的安全协议 谈判将很快开始 我们的目标是迅速地完成签署文件 这些协议将为我们提供国防支持 资金和人道主义合作 乌克兰无论顺境逆境 前进的步伐永不停歇 当然 俄乌战争也不仅仅是正面战场上的较量 俄罗斯国内的经济状况 也因这场战争而备受打击 俄国内的通胀率已经飙升至两位数 卢布对美元的汇率更是跌得惨不忍睹 要知道 战争不是只有前线在打 经济战场上俄罗斯同样伤痕累累 比尔格勒德的居民为了躲避战火 不得不逃离家园 这种情景真让人感叹 战争带来的不仅是战场上的毁灭 还有普通百姓生活的破碎 另一方面乌克兰在经济上虽然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但西方国家的援助让他们得以继续坚持下去 欧盟冻结的14亿美元资产即将转给乌克兰 用于购买武器和军事装备 这个消息无疑让乌克兰的士气大振 毕竟有了武器才能更好地打击敌人 与此同时 乌克兰的国防部也在积极地采购新的武器装备 提升自己的战斗力 最近乌克兰还在不断地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关系 虽然乌克兰还不是北约成员国 但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从未停止 北约成员国纷纷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训练乌克兰的士兵 乌克兰的士兵在接受了北约的训练后 战斗力明显提升 这也是乌克兰在战场上屡屡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战争并不仅仅是武器和战斗力的比拼 背后还有复杂的国际政治博弈 俄罗斯在国际上不断地拉拢盟友 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打破西方对它的制裁 而乌克兰则积极地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 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支持 可以说 俄乌战争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战争 更是国际社会的博弈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表现也备受关注 泽林斯基以其坚定的态度和冷静的领导力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他在国际场合多次呼吁各国支持乌克兰 强调乌克兰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战 泽林斯基的讲话不仅仅是为了争取援助 更是在向世界展示乌克兰的决心和勇气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乌克兰的英雄们 无论是前线的士兵还是后方的民众 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家攻击力量 在战争的阴影下 乌克兰人民表现出了惊人的团结和坚韧 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战争的见证 更是人类勇气和毅力的象征 总之 俄乌战争是一场综合性的较量 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对抗 更是经济、政治和外交上的全方位的博弈 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 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和勇气 而国际社会的支持 也让乌克兰有了继续战斗的信心了 未来的战局如何发展 还需要拭目以待 作为财经博主大雄 我将继续关注这场战争 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和独到的分析 希望大家在关注战争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那些 在战争中受苦受难的普通人 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他们的故事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铭记 这场战争还在继续 每一天都可能带来新的变化 乌韩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他们的勇气和决心 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愿这场战争早日结束 让乌韩人民能够重建家园 过着和平安宁的生活 作为大雄 我也希望用我的声音 带给大家更多的思考和启示 战争带来的不仅仅是破坏 还有无数个家庭的悲剧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和平努力 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乌韩加油 世界和平